韓國瑜 動算 一連無償挺韓造勢大會 從北到南 場場爆滿 全台韓本熱情相挺 然而國民黨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透露掌握驚人情資 原來蔡政府選情 真的有國安單位在背後操盤 看到這個資料 我也是覺得說很訝異 當現在人手一擊的時候 每個人幾乎都變成透明人 用你手機所註冊的資料 就知道有男生女生各多少 那你的年齡 註冊年齡 年齡層是多少 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多少 動用國家機器打選站 國安局能精準分析韓粉來源 根據每個人手機位置 找出待在現場超過10分鐘的人 排除住在附近或工作的人 還能統計手機主人從哪來 這些只有國安單位 才能取得的資料 可以精準到個位數 以凱道造勢為例 總數約20萬人 新北市來了8萬6千人 台北市約8萬1千人 高雄北上的大概只有5千人 其中新北又以中和 新店板橋永和三重 五個區域人數最多 而花蓮造勢總數約4萬人 花蓮本地1萬5千人最多 其次則是台東 北部南部則人數較少 國安局甚至還算出 男女比是51比49 進入到5G的世界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更透明 就跟天王一樣 蔡總統就說不要把國安資料 拿來當成選戰使用的工具 你贏得一死 但是會失去了一試 這個結果也讓綠營相當吃驚 原來韓粉不是同一批人 而是遍地開花 不過蔡政府為了打贏選戰 真的都用國安資源精準打擊 不但有侵犯人權的疑慮 公器私用 才真的讓全台人民失望透頂 這也有立場觀光圈的 三區小組高雄報導